权健比恒大更绝,莫德斯特无视俱乐部征兆,迎接他的祸事毁灭,据天津媒体金体育消息表示,多特蒙德在付清维特塞尔的转会费之后,将会集中精力解决球队另外一个问题外援莫德斯特的纠纷。 据该媒体消息,权健已经将起诉莫德斯特的法务类材料准备齐全,一旦莫德斯特再一次反抗俱乐部的召回命令,权健将会实施强引手段,双方将有可能对付公演。 前夫就权健曾对莫德斯特发送了回回球队的制令,但莫德斯特没有进行任何回应,仿佛消失了一般无际可循。 莫德斯特的这个行为像极了曾经恒大前外援巴里奥斯,巴里奥斯之前在恒大效力时,因为主力位置被埃尔克森取代,之后便离开了球队,恒大在之后数次征兆,巴里奥斯却没有任何回应, 而恒大在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,通过国际足联最终让巴里奥斯扶得软,最后巴里奥斯自掏腰包,让恒大将它卖出,避免了俱乐部受到不必要的损失。 从今体育的报道来看,权健现在也拥有莫德斯特的合同证明,也正是这些资料让莫德斯特的钱在下家最终放弃引进他,权健本想留给莫德斯特一些机会, 只要他能及时回归到球队,表示出对俱乐部的应有尊重,但以他如今的行为来看,权健将会在下一步,实施一个强有力的动作。 对于莫德斯特来讲,这项即将到来的处罚,将会是十分严厉的,甚至有可,能终结莫德斯特的职业生涯。 对于权健来讲,毕竟只是一个中超二年级的新生,同时面对外援出逃,以及实施强硬态度,去解决这类问题,确实是一个麻烦事,因此无数次的给予莫德斯特机会本身就留存了很大的空间。 但莫德斯特一而再,再而三的无视俱乐部发放的命令,这已经触犯了一支球队,留守的最后底线,巴里奥斯最后自掏腰包恒大。 但对于树玉辉来讲,莫德斯特恐怕到最后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了。 感谢观看